昨天小米告诉我 在岛上的这个位置有流浪猫 结果我 好好好 拿我当狗耍是吧 不过没关系啊 女朋友耍我我生气不了 那个死bug我还耍不了吗 流浪猫 什么东西啊 蛋仔岛还有这玩意儿 那肯定呢 你看你作为一个主播你都不知道 跟我来我带你去找 看到这个新赛季的瀑布了吗 你先和我上到最上面 注意看这两个枕头 他俩一人拿一个 然后你和我下来 站着别动闲 不是你打我干嘛 我bug就是要 哎哎哎哎 收住收住 这是那个流浪猫的枕头 打你是需要一个古老的召唤仪式 所以你别着急 好好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任务 非常的艰巨 那就是在岛上 待两个小时 不能动 就可以见到流浪猫了 啊 这么难 我不见了 不见了 那你忍心可爱的流浪猫 被坏人抓吗 你不忍心 那你和我一起等吧 不行不行 这个只能你一个人等 我得在其他地方等着 你先挂机 我去另一个岛挂机 你就在这里等着 我去给你买橘子 快一个小时了 好了没有 马上了 别急别急 还得一个小时呢 快来呀 我挂机挂的要死了 OK OK 我来了 可以 保持的不错 两个小时真没动 那接下来 你去拿空气背包 我们在蹦极的地方集合 OK你飞吧 就在那个淡载岛 最高的地方 那我走了 你怎么办呀 抗起背包 也不能带人啊这 没事没事 我随便就好了 你早说你有龙车呀 那我还要个屁背包 热了 快带上我 什么 你说什么呀 我这是还听不见呀 我就先走了 你自己过去啊 中上来了 这也没看见猫啊 当然看不见 因为现在猫 就在我们身下 你打开摄像头 然后往下 打开摄像头 然后往下 我看 你个触手 赵健豪 敢耍 我爸给就像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